雷 是你嗎 我一直以為他在意的人是我 沒想到他在意的人 是我身體裡面的另外那一個人 雷 無論說 你出來吧 怎麼又宿醉了 我 知夏 怎么是你 是我 我是零 傅泽义 你还想骗我 我没有骗你 我真的是零 著名钢琴家 赛进鲁道夫 最常演奏的风格是什么 古典 那被誉为钢琴旅大祭司 是阿根廷的演奏家 阿阿格里希 这个称号来自于1994年 是因为他跟柏林爱乐乐团 创作了一张名为普罗米修斯的专辑 其中收录了 被多分的普罗米修斯 林 真的是你 如果你在 我身边 错过多少爱 你的誓言 没有什么 心有不甘 只要渐渐淡淡温暖平凡 如果你在 我身边 所有的遗憾 都随风飘散 我正在昨天喝酒了 给你买了点材料 我去给你做新酒汤 不用 不不不不 我以为你已经 其实负泽医 他不是一个那么狠心的人 负泽医 我 我是林了 我还不太能分析你们两个 就算当时我出现的时候 你不一样分不及吗 但其实我跟负泽医 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你看 我喜欢做饭 但负泽医特别讨厌游原味 从来不进去 又或者 我很喜欢猫 但负泽医根本受不了猫猫 快快快 把他跟我拿走 所以说我们两个还是 是 知识 我以前很重要的事情想跟你说 是吗 我 不好意思 没事 没事 喂 什么 好好好 我马上来 怎么了 我妈突然说要取消婚礼 我去看一下情况 你等会儿 那我跟你一起去 好 好 我在门口等你啊 你怎么又来了 你怎么又来了 阴魂不散是吧 您好 这不重要 下次再解释 晶晶姐 又怎么了 都怪我 是我把结婚戒指弄丢了 就这点小事 这怎么能是小事呢 结婚戒指都能没了 干脆别结婚算了 别任性了 昨天都还好好的 是不是受什么刺激了 什么都没有 就是我觉得不吉利 都多大的人了 能不能成熟一点啊 那个 我们今天如果把戒指找到的话 这个婚礼是不是就能办下去了 你谁啊 他是我 一个 好朋友 我去给你找戒指 这个不行了 等一下 我看了一下走廊 有三个监控 我们去监控室看一下吧 好 不用不用掉监控 肯定不是小偷偷的 你怎么知道不是小偷偷的 因为戒指是被猫调走的 猫 对啊 酒店有一只特别怕人的猫 那我去找猫 找猫呢 要等了天黑在这儿 喵 知夏 你真的相信是猫把戒指吊走的吗 我们要不然先吊下监控看看吧 戒指肯定不是猫偷的 但肯定跟猫有关系 跟猫有关 我们先把猫找到吧 可是 现在天这么黑 什么也看不到 哎呀 猫的眼睛是会反光的嘛 我们到晚上更好找 喵 哦 对了 知夏 猫它特别喜欢躲在防火箱 跟汽车底这些地方 所以我先用猫粮把它引出来 我发现 你很懂猫 对啊 我是很喜欢猫 但是我养不了啊 因为负责医它不是怕猫吗 找到了 喵 喵 找到你啦 找到了 猫咪 你家在哪儿呀 到我回你家好不好 来 找到你了 你帮我打一下我来找吧 哇 它里面好多宝贝啊 真的 对 对 有吗 啊 给你 真的找到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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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